即使是在说这些时 魏无羡看向他的眼眸 仍旧是干干净净 清澈见底的 蓝望鸡一眼望进去 好像藏在他心中的可怕的 摇摇欲坠的欲望 就被映照得清清楚楚 他确实很想要得到魏无羡 但理智告诉他不应该 你爸妈还在 蓝望鸡猴头发迹 语气有些不稳 在魏无羡耳中晃了晃 我们小声一点 魏无羡放清声音说 那仙亲一会儿呗 话音落下 魏无羡盯着蓝望鸡的嘴唇 舔了一下嘴唇 嗯 蓝望鸡身体紧绷 艰难的发出一个阴结 于是魏无羡笨拙的 吻住了蓝望鸡 蓝望鸡屏住呼吸 任由魏无羡声色的吻了一会 魏无羡接吻时 总是不讲技巧 毫无章法的有些可爱 但更多的像是一种挑逗 蓝望鸡巧无声息的捏紧了拳头 忍了好一会魏无羡这番漫无目的的挑逗 终于 他忍不住揽住魏无羡的腰翻过身 将魏无羡压在身体下面 夺回了主动拳 加深了这个吻 魏无羡似乎已经适应了蓝望鸡的接吻方式 这一回很乖巧的接受了 只是没过一会呼吸就开始变重 变乱 很快就要喘不上气 蓝望鸡只好松开魏无羡 魏无羡喘了一大口气 有些郁闷的说 奇怪 我怎么还是不会唤起 蓝望鸡盯着魏无羡发红的唇看 忍住想要去咬的冲动 说道 没事 慢慢练 蓝望鸡稳得越深 魏无羡能承受住的时间就越少 接吻的途中还要不断的停下唤气 这似乎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 但蓝望鸡好像总是很有耐心 耐心的给他时间 等到他缓过来再继续 但那股凶狠的剑 却不肯减少半分 魏无羡忍不住说 蓝湛 幸好你遇见的是我 要是换个人 根本 根本承受不住你这样 五 蓝望鸡不肯让他说完 这是接吻中分心的表现 但吻了一会 他自己却忍不住停下来 牛头不对麻嘴的问了一句 别的人 是哪样 十 什么 蓝望鸡要问人问题 但却不肯给人开口回答的机会 魏无羡一开口 气息就全部被堵了回去 封在唇齿间 明明房间里的灯还没关 但魏无羡总觉得 自己已经掉入了一片漆黑当中 深夜已经来临了 他的脑袋浑浑沉沉 浑身发烫 整个人都被蓝望鸡的气息包裹住了 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后蓝望鸡停下来 嗓音听上去在发烫 问他 你确定要继续吗 魏无羡已经不知道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了 但还是不受控制地点头说要 于是蓝望鸡用手捂住了他嘴 然后手指从他的裤缝中探了进去 握住了他 魏无羡立刻浑身一颤 忍不住想要惊呼 但嘴巴被蓝望鸡 极有仙剑之名地捂着 最终只是沉闷地呜咽了一声 蓝望鸡的指腹上伸了一层薄薄的肩 魏无羡忍不住扭动了一下身体 本能地想要躲 但他上次已经逃走了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他要的 而且他和蓝望鸡已经在一起了 他至少不应该害怕这些事 蓝望鸡握住以后就没再动 耐心地等着魏无羡的反应 见魏无羡逐渐平静下来 不再挣扎 才慢慢有所动作 魏无羡攥紧了身下的床单 既恐惧又兴奋地承受着身下的动作 忽然 他的眼前一黑 是蓝望鸡把灯关掉了 黑暗中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 以及肌肤摩擦的声音 魏无羡浑身开始颤抖起来 兴奋感和恐惧感同时侵入他的大脑 相互碰撞激起一层又一层地浪花 几乎要将他吞没 他还是忍不住发出声音 于是蓝望鸡只好去吻他 这一回却多了几分轻柔 像是一种耐心的安抚 吻了一会 蓝望鸡忽然松开他 停下来说了句 以后 不许亲其他人 蓝望鸡一停下来 魏无羡就浑身难得紧 就好像兴奋感即将要冲出大脑 但却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 他哀求蓝望鸡 但蓝望鸡却迟迟不肯继续 仿佛一定要得到他的回答一样 魏无羡似乎已经听不清 蓝望鸡问的是什么了 他的耳边充斥着潮水的声响 僵持了一下 魏无羡伴下阵来 连忙说 嗯嗯 得到回答 蓝望鸡却似乎更不开心了 这意味着 魏英和和林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蓝望鸡的动作平添了几分粗暴 只附上了保茧膜的魏无羡有些疼 魏无羡忍不住想要逃开蓝望鸡的掌控 但蓝望鸡一手握着他的腰 他动弹不得 潮水在他的耳边退去了 又重新卷了回来 不知过了多久 潮水的声响才终于彻底从他耳边远去 魏无羡凑到蓝望鸡的耳边